赵先生41岁来自黑龙江农民 钟女士40岁来自黑龙江销售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就是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我就觉得她 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变化太大了 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我俩认识三年多了 然后结婚不到一年 都是再婚吗 对 有多大的变化呢 你给我们讲讲 结婚之前 她每次去看我的时候 她都会给我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在过节 或者我过生日的时候 她都会提前把礼物给我准备好 在单位的时候 我收的快递是最多的 然后同事都特别羡慕我 等到结婚之后 这一切就都没有了 她不再给我买 我最喜欢吃的栗子 礼物也都没有 也不像以前那么关心我了 是这样吗 她一开始工作单位下边就有卖的例子 我那时候我们没结婚呢 我是在家去看他去 只能上单位去看去 所以那时候买的也特别方便吧 后期我们结婚了以后 我也不用说总老上单位去看他去了 我就总在家 因为她要回家了是吧 你想买的时候在哪都能买 不想买的话 就是在你跟前你也不会买 其实我就觉得你这态度变得 也不只是这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你春天回去种地的时候 秋天回去收地的时候 在婚前的时候 咱俩晚上天天有联系 然后等到婚后的时候 这些就都没有了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我很忙 然后有的时候会不急 还有一次就是我给你打电话 你和你女朋友正在聊天呢 然后告诉我你等着 我就在那等着 等到很晚了十点多的时候 给我发视频告诉我 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那咱俩结婚以后分开的时候 都是我忙的时候 我春天秋天我得回去种地 白天我特别忙 我两天开拖拉机吧 声音也特别大 接不着电话 你婚前的时候就不忙吗 你婚前的时候就不种地吗 你婚前的时候就没有那些朋友吗 有 那你但是你说现在 你说种地 晚上回家了 吃完饭了 你说朋友来了 你说研究点那个种地了 什么的事 你说我也不能把他们撵走了 说跟你去老人家 等于你忙的时候 都得回家种地是吧 对 农闲的时候 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 对 农闲的时候我们在室里生活 行这听明白了 这也别解释了吧 就是结婚之前 重要的目标是结婚 结婚之后 重要的目标 就变成了挣钱嘛 其实我觉得 都这么说嘛 借口嘛 我和他在一起 时间越来越长 我俩也三年多了 我就觉得我俩的观点 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就比如说在花钱上吧 买东西这上 我就觉得喜欢的东西 就是它再贵一点 我也想买 因为毕竟喜欢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用的时间长一些 比如衣服也可以穿的久一些 它就不一样 它会花很便宜的钱 然后买一些特别便宜的东西 放到那到最后都扔了 也没有用 然后就比如他买的那些裤子 没有一条是能穿出去的裤子 然后就会买一堆 几十块钱的裤子 然后会买一堆回去 以后您帮他买不就完了吗 是啊 我买那便宜裤子 你说我送地的 有时候说修车就修车 车坏了我就可以去修去 我转车底就修了 裤子整埋的了 整上油了 我直接就可以扔了 便宜的扔了我不心疼啊 但你就说你那些裤子吧 除了我给你买的那几条 你有哪条能穿出去 就觉得便宜的东西 我就得多买点 还有就是我就觉得 我和他的观点不同的 还有在交朋友上 你记不记得你那个朋友 半夜十二点给咱俩打电话 是因为在饭店吃饭没钱了 然后半夜十二点 咱俩都已经睡着了 然后给你打电话 给你借两百块钱 当时你微信里没有钱 然后你就特别爽快地答应他了 说你嫂子有 我让他给你拿 我就想知道 你这样的朋友 之前你也跟我说过 他给你借钱都没还 我就跟你说过几次 别再交这样的朋友 然后你还特别爽快地答应他 说你借给他钱 大半夜的 他既然给我打电话了 就说明他很着急 你着急 你就不能把他扔到饭店里去 他着急 你得让他把面子圆 他进饭 他进饭店之前 他不知道他兜里有没有钱吗 他多大的人了 他这种爱占小便宜 不务正业的人 我就觉得你不应该再交往下去了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你都不听 我就觉得咱俩现在这个年纪了 不是谁都能交的年纪 是择友而交的年纪 那你不也有很多那个不好的朋友吗 你交那些朋友不也有一些那个 成年那个混吃混喝那些朋友吗 我干销售的这个行业你不是不知道 干销售的是不得多认识点人 有的时候是朋友转我说的 你跟我去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 你干这行你不得多认识点人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朋友我不得出下来之后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不见面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有那几个朋友已经出很长时间 你已经很明确地知道他那几个人不太好了 就有一回你跟你那些朋友出去喝酒去 又要去唱歌去 半夜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去 接他去吧我还走错地方了 好不容易把他接着了吗 接回去了还没完没了跟我吵架 那还不是因为你去晚了 我每次让你去接我的时候你都会去晚 哎呦真是您还怪他去晚了 他就是强势惯了 有一回我同学家办那个学子宴 我回到农村去参加那个酒席去 马上快吃饭了吧 他给我打电话 正打电话说有个女同学就过来喊我来了 喊我说那个饭都好了要吃饭了赶紧过去吧 都等着你的 女同学一喊他那头就急眼了就不干了 那不是因为当时我特别难受的时候我想跟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话 然后电话没说呢 我就听那边有个女的在那喊你 然后你直接电话就挂了 也没跟我解释你去干什么 电话就挂了 那我能不生气吗 那你也不能太不给我面 不大一会又给我打电话 正在那坐着吃饭又打电话 就跟我喊说那 啊必须一个小时之内必须回来 不到跟前就离婚 啊 你说我那么多同学在那儿 你说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啊 我多磕人呢在那儿啊 那你也知道 回去了吗 回去了 没吃饭 没有那敢不回去吗 啊 那你也知道咱俩都是第二次婚姻了 当时我只是听到那个女的跟你说话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女的跟你说话 你这时候就能直接把电话给我挂了 连解释都不解释 那你女同学那么重要 你还找我干啥 你跟她们过去呗 我过